Go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玩游 迷哈游 打造着全新多平台 银河幻想 RPG崩坏 星球铁道 经过了许久的测试以及时间 终于要在4月26号早上10点 正式算式啦 小弟弟我这边刚好也有这个 参加第三次封册的经验 目前全球事前登陆 哇 有点厉害 竟然已经达到了一千多万了 算是近年来非常多人期待的这一款游戏 我会将影片分几个环节也不算了时间走 懒得全看的各位可以直接拉到自己想看的地方 究竟这款期待已久的回合制RPG游戏 将会如何呈现呢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崩坏星球铁道 必非是崩坏山塔的续作 更像是一种平行世界的版本 或许你会看到熟悉的身影 以及角色在游戏里登场 但两款游戏的剧情和角色都没啥关联 各位就算是没玩过崩山 也是可以直接入坑来玩铁道都是没关系的哦 但如果各位有机会的话 也是可以考虑来玩一下崩坏山 毕竟剧情可甜啦 好啦不看话了 马上来跟大家讲游戏玩法吧 崩坏星球铁道是回合制来去延伸各多不同玩法的一款游戏 游戏中每位角色都有属于自己的命徒就是所谓的职业 攻击又分成平衡型的毁灭单体特化的训练 以及群攻的智势 辅助又分成争议buff的铜鞋 以及让敌方异常状态的debuff 虚无 存物就是坦克而风劳就是捕师 这些就比较好理解了 在游戏中玩家可操控四名角色 每个角色都有三个技能分别是 普通攻击 战技 以及终结技 玩家可在右下角看到有五个类似能量条的东西 每个角色的普攻都是可以补一点能量 每示范一次战技会消耗一点能量 而终结技就是我们角色的大招啦 很特别的一点 终结技它是可以插队的 就是当前角色出手玩 不管怎样只要你有按下大招 下一个出手的就一定是你的终结技能啦 因此想要在战局反败终结技的示范时间 可是很重要的哦 而怪物的头上也会显示他们的弱点 玩家在触发怪物前 可先开密技强化置身在攻击怪物触发弱点 这也是游戏的小小诀窍 简单介绍游戏玩法 &G之后 接着我们来说说游戏的系统吧 奖励部分除了活动汇送之外 任务则是获取各种资源的主要方法之一 在崩坏星球迭道中分为 每日任务 每周任务 以及主线的任务 每日 每周任务 顾名实义就是玩家每天完成后 可以获得相对应的奖励资源 包括日志以及信用点 出现任务就是玩家在开拓相对应的关卡 以及剧情后 就能获得的奖赏 日志可以用来升角色的等级 根据角色等级不同 会消耗不同数量的信用点 角色练到无法升任时 就需要进行进阶 进阶在角色等级满等时 消耗相对应的材料 就能突破我们角色的等级上线啦 行机 则类似于角色的天赋 达到盈利等级会开启新的技能效果 以及角色的属性 再来就是大家最喜欢的剩余物系 不是不好意思 是仪器系统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除了抽卡之外 另外一个靠晒的地方 有玩原神的观众朋友 应该都能明白 仪器就是需要打特定关卡来获取 仪器总共分成4加2 4加2的话有分头部 手部 躯干 以及脚部 以及需要打模拟宇宙才会掉落的 卫面球跟连结神 每个仪器都有套装效果 依据不同效果 可让角色获得更强的输出能力 或辅助能力 仪器给的数字都是不同的 因此只要缘分到了 我相信各位也是可以有最顶级的仪器啦 但也有可能会刷到吐血 那各位能抽到什么样顶级的仪器呢 到时候可以一起分享哦 而游戏分为许多不同的关卡 这边我来列出来给各位观看 这边比较值得拿出来所有就是 模拟宇宙 它算是一个肉鸽的玩法 然后每周都会重置你的这个奖励 而你知道花二斤跟你知道花二斤 一个是刷经验素材跟信用点就是我们的钱 另外一个刷刷刑机的素材 其他地方的话 大家都可以在游戏里面慢慢的去了解 慢慢的去来游玩 而这边可以说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万雀之庭 它基本上玩法有点就是我们原神的这个深渊 就是可以挑战自己的地方 我觉得这里是非常非常的有趣的 再来就是我们角色的主队以及首抽啦 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角色的部分假如抽到重复的角色 会获得所谓的星魂 星魂可用于星魂通调 由星魂0至星魂6就抽7只等于原神的满命 基本上星魂数越高 角色就会有更强的能力 甚至有可能会有质变 因此抽到重复的角色 大家也是不用太担心的 而我们铁道哈的组队概念 最简单的一种组合就是一个坦克一个辅助 再加一个捕师以及一个输出 如果你的坦克会给盾的话 那你有时候打比较弱的关卡 可以捕师改成第二位的阻力 加上清贯会比较快 这边推荐不错的五星开局来供各位参考 首先布罗尼亚我们的板牙 全队伍万用的辅助 能让队友额外行动一回合就是强 还能加攻击以及爆山 基本上任何队伍都能筛进去 再来就是白鹿 先说我不是勒勒科 但白鹿他真的太奶了 奶量高又能复活 加上本身又很可爱 目前这游戏奶妈只有两只 另外一只四星纳塔莎也不错 但白鹿他还会是奶妈的首选 但其他五星其实也都非常的强势 我觉得任何一只角色开局都是能玩的 但我刚刚举言的两位 我个人算是比较推荐 以及我觉得比较泛用的 还有米哈尤的游戏 其实都不太推荐各位刷太久的首抽 毕竟一把要刷非常久 很容易刷到兔 因此刷到自己能接受的 建议各位就可以开局啦 毕竟游戏还是自己玩的开心是最重要的 然后除了开服这些缠注角色外 铁道还有所谓限定的卡池 缠注抽不到限定 但限定是抽到到缠注的 因此建议各位尽量把石头都丢给限定角 然后限定角一样有所谓的小宝跟大宝 小宝90抽大宝180抽 也就是最随也是180抽就可以拿到一只限定的角色 关锥就是我们所谓的装武 他的话比较不一样 小宝是80抽 而大宝则是160抽哦 然后开服我们第一波的限定角 希尔他本身单体伤害非常的高 打死人还能再动一次的机会 角色又非常的香 算是非常不错的舒服角 如果你喜欢跟我一样 喜欢妹子的话 你可以考虑抽个 但第二波还有另外一位舒服角 在三侧时毁天灭地 他就是我们的景源技能 全都AOE 并且伤害还不低 如果伤害跟三色一样 没有改动过的话 那他绝对是最强输出之一 如果没有一力想要抽香香的希尔的话 那纯实跟UPGEN留给景源 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好的选择哦 好啦 那其实今天也讲的差不多了 那我们今天就来做个简单的总结吧 虽然崩坏青球铁道 不像完全开放世界这么一般的自由 但回合制需要思考东西 我个人觉得可以让玩法更加的丰富 例如模拟宇宙的选项 以及每个角色的速度线 还有大招的示范时机 这些我觉得都是各位玩家可以去思考的 也能跟你的好朋友一起讨论组合 或如何更快速的通关这个游戏 当然讲那么多 都比不上能跟自己喜欢的角色一同冒险 来得重要 百路 我说对吧 好啦 那期待上市的时候 也能跟各位观众一起来讨论这款游戏 更多的未知数咯 而我也会开始况陪大家一起来游玩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要到这边结束啦 然后这边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我有开一个崩坏青球铁道的LINE讨论区 QR Code在此 如果各位对这游戏有兴趣的话 可以一起进来讨论哦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崩坏星球铁道 散事那天的到来吧 怨尺行终地群星 散事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